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广州市瑞龙皮革有线公司的总经理 我叫张飞翔 英文名字叫Coco 这是我第二次初来参展来雅加达英米展 我们公司主营高品质环保 皮优和成格 各种特殊鞋材相包等 广泛适用于包包鞋子 衣服服饰 汽车用品等 我们之前是有比较核心的客户 比较做得久远的就是有到巴基斯坦的 有到土耳其的 也有一道一些欧美国家 例如德国 瑞士 意大利这些也是有的 首先我来印尼之前 我是会有调研这边的喜好 就是譬如他们有没有禁忌啊 或者是有没有习惯的颜色 或者是说他们更倾向于哪种风格的面料比较多 所以这一次我就拿了一些比较闪的材料过来 他们很受欢迎 因为这边是就是民族多元化还有敬仰多元化的一个角色 跟泰国职信奉佛教有一点不同 他们的需求是多元化的 可能他穆斯林的喜欢的和印度教喜欢的 又会有一点不一样 还有一些他信奉基督教的或者是华人喜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是印尼本地的会比较多 主要需求是服装类的面料还有将包的面料鞋材的面料 因为这一期他也有本地的卖家餐展 其中有两家企业的也有来我们摊位下场合作 也有拿了一些我们的样品 有一家比较大的联合品牌 昨天是前天第一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来现场了 我们就跟他联系了去昨天下午有去拜访他 然后我刚刚从他们公司回来 他们的人又来了我们的摊位 那后续你们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去沟通合作 对就会多一点去奔进啊 还有就是了解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说如何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往这个层面去下公布 就是促成成交 有吧那种可能是做鞋搭做包的做衣服 但是这一期可能因为我带的展品的关系 就是比较闪比较亮的 他们就是很多服饰的人来找到我们 就是做衣服的品类的他们会来找到我们 刚刚走了那个也买了好多样品 他就买样品回去先自己考察一下 这一次印尼展了解到客户买家很喜欢 这种绿色的 像这种颜色他们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刚好我们展示的包包和颜料 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其次就是这种叫闪的这种 因为这种材料它的运用领域非常的广泛 它可以做帽子可以做皮带 可以做包包可以做钱包 可以做化妆包可以做裙子可以做衣服 可以做鞋子所以这种类型的 会比较受当地人的习惯 还有一个就是穆斯林的那种 就是会比较喜欢这种复古的 就是颜色看上去比较真诚或白旧的这种 他们就会比较喜欢 但是大多买家我接触到的 是会比较喜欢比较闪比较亮 比较强眼的一节 下一次再去越览看看